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之父 通过聆听书籍开启通向财富之门 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纳瓦尔宝典》 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财富与幸福指南》 当然咱们都知道 要说凭一本十来万字的书就能获得财富和幸福 这未免有点不现实 但是有一个理由让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为你解读 那就是他的作者 也就是纳瓦尔这个人 纳瓦尔是谁呢 他是一位硅谷的天使投资人 还是一个创业家 这个人是1974年生人 年龄不算很大 但是在硅谷他的辈分可不低 投资创办过上百家公司 其中他投资过的就包括我们熟悉的推特优步等等 同时这个人还有很丰富的创业经历 创办过大大小小几十家公司 咱们在这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是个典型的那种成功人士 但是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在纳瓦尔所有的身份里 商人这个身份是最靠后台 其实这本书里面讲怎么赚钱的部分也不多 那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咱们要从纳瓦尔的其他身份说起 首先纳瓦尔是一个读书人 读过的书非常多 而且对读书对学习是很有一套特别的感悟 比如他不读畅销书 避免加入任何所谓的读书俱乐部 避免追求任何的社群认同 再比如 纳瓦尔还说 说读书呀 不要追求数量 数量是个伪命题 因为统计阅读数量 它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其实知识面越广的人 思想越独立 那他读完的书就越多 因此 不要刻意追求读完多少本 而是要时时刻刻 关注那些反映趋势的新概念 那再比如 怎么才算把知识学明白了 纳瓦尔认为 标准就一条 那就是给孩子讲一遍 假如孩子能听懂 那就说明你真懂 其次 纳瓦尔还是一个特别懂生活的人 比如 别人问他说 什么叫退休啊 纳瓦尔告诉你说 退休这件事 跟年龄没关系 所谓退休 就是不再为了想象中的 明天而牺牲今天 你能活在当下 那你就达到了退休的状态 再比如有人问他说 赚多少钱算够啊 纳瓦尔就告诉你说 当你感觉到 你能够摆脱对金钱的贪念就行了 怎么摆脱呢 不要靠意志力 而是要靠给自己设定行动的硬边界 那就是 不管赚了多少钱 都不要升级自己的物质生活 够吃够穿就行 再比如别人问纳瓦尔说 什么叫履历 那纳瓦尔说 履历啊 跟你在哪上学 做过什么工作 都没有关系 所谓履历 它指的是一个人承受过的痛苦的合集 你看 纳瓦尔是不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 说到这 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已经忍不住 想把这些话记下来了 打在PPT上 多好用 确实已经有很多人这么做了 这就要引出纳瓦尔的第三个身份 他还是个网红 是个金句王 你要是看当地的很多演讲 会发现 年轻人在PPT里 最喜欢引用这么几个人的话 谁呢 巴菲特 查理芒格 乔布斯 拉里佩奇 那再有就是纳瓦尔了 从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啊 就冲这些金句 那这本书也值得花半个小时来听听 尤其是假如你觉得其他人的金句已经用光了 用无可用的时候 那纳瓦尔的金句更值得听听 这本书的推荐序作者 增长黑客的作者范冰老师 对他有一个评价 说读这本书就像做了一场反直觉的精神瑜伽 他讲的不是任何大而全的道理 几乎没有那种成功者高高在上 讲成功经验的感觉 相反 整本书它的姿态非常低 那这本书就是纳瓦尔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 把他能想到的所有对生活 对学习 对创业的思考 原原本本的呈现给你 就像刚才说的 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主线 全是纳瓦尔的个人感受 假如我们硬要抽象出一个结构 那未免偏离了原书的色彩 因此 接下来 咱们也从感受出发 给你讲讲这本书里 最有趣的几件事 那事先说明啊 整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好 假如你听完之后觉得有意思 那么我强烈推荐你 借着这个热情 去一鼓作气 把原书给看了 好 现在咱们就正式翻开这本书 这本书一翻开 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特别像人生被忘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一句话单独拿出来 好像都能作为名言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就是很多话单独拿出来 都特别像一个人 一生的那种木之名 智力名言 而且这里面 什么样的话都有 有关于财富的 关于生活的 关于幸福的 等等 就好像关于生命 所有我们关心的那些问题 都被写在上面 那虽然看起来很零散 但是假如你看完整本书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 朦胧的感受 不管在哪个层面上 你都能体会到这个感受 就是整本书 好像都在隐约 向我们传递一个 关于人生的真相 就是人生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纳瓦尔觉得 人生的本质 它不是一道家法题 而是一道成法题 那这话什么意思呢 过去咱们都觉得 人生嘛 像一道家法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 我今天做一点事 明天再做一点 就是在不停的 为我的人生积累回忆 积累价值啊 这可不就是在做家法吗 但是纳瓦尔觉得不是啊 人生 它更像在做成法 就是你当下的 每一个小举动 它都像一道成法题一样 乘以一个很大的数 那么整道题的运算结果 会成倍的往上翻 说到这 你可能会觉得 哎 这听起来很像投资呀 没错 作为一个投资人 纳瓦尔正是用这种方式 去思考他的整个人生呢 要知道 投资人对惩罚这件事 是非常有感触的 因为在投资的领域里 往往做对一个小决定 你获得的回报就是惊人的 比如这本书里就说了 说一个决策正确率为80%的人 和正确率为70%的人相比 哎 你可别看这个正确率 它只高了10%啊 但是这个正确率是80%的人 要比那个正确率是70%的人 他获得的回报 要高出数百倍 这个道理不光适用于投资 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人生中的很多事 为什么呢 说起来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这个世界的真相 它的真实结构 就是一层一层彼此交错的网 在每一层网络中 你接入的资源都是不同的 所以每当你的能力上升一个层级 你都会接入到更高一级的资源网络 这个时候会有更多更好的资源被卷入进来 那这么说可能很抽象 咱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假如你是一个钟表匠 以你现在的能力 可能只能造出普通精度的齿轮 你只能接到特别普通的订单 但是假如你能够制造出更精密的齿轮 哪怕只是精密一点点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有类似的品牌来找你了 而是你会打开更高一层的资源网络 那些更有名的品牌 甚至是奢侈品都会主动来跟你合作 你整个人的那个品牌价值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一个整体的提升 而不仅仅是订单变多了而已 你看这就是你的能力往上走一点 就等于接入到了一个更高层级 更有价值的资源网络 它背后所产生的那个价值的增量 你一定会被这张网络放大 而且这个放大的程度 它一定超过你最初的想象 在这本书里 纳瓦尔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很有意思啊 他说的是 假设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深海潜水员 你能去别人去不了的海域 那么你会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呢 按照通常的设想 那既然我比别人潜水浅得更深 比别人能做更高难度的任务 那可能就是我能多拿几块金牌 能赢得更多的比赛呗 但事实上 你能获得的要比这些多得多 就比如说 假设深海里突然出现了一艘沉船 船上全都是金银财宝 那这个时候 别人就只能眼巴巴的想着这个宝藏 但是你却有机会去直接探宝 你看 只要你的能力再提升那么一点点 你就能连接到别人连接不到的那些 更高级更好的资源 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啊 说白了 它就有点像高考 你看 高考的时候 很多老师都会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叫多考一分 甩掉千人 那可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人生就像是做惩罚 多做一点小努力 取得一点小进步 那个获得的价值回报 它可不是线性放大的 而是会以乘数效应 以更快的速度被放大 你看 我们顺着这层意思 再往下深挖一层 你会发现 整本书 其实在隐隐向我们传递一个主张 叫做 千万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觉着 应该怎么才能干成一件大事啊 那当然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下定很大的决心 拥抱一个很大的机会才能行啊 所以在这个庞大的任务面前 很多人就不免产生为难情绪 结果最终就迟迟无法展开行动 但是 纳瓦尔就告诉你说 千万不要低估眼前的那点小努力 只要你肯比别人多努力那么一点点 多付出那么一点小努力 那么人生就会以乘数效应 获得更大更多的价值 就比如前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个概念 叫做苟且红利 什么意思啊 说的就是别人都在敷衍 糊弄 苟且 马马虎虎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只要你肯认真 那你就能享受巨大的红利 说到这儿 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那就是那个关于钻石的故事 我们都听过一句广告词 叫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流传 那最早说出这句广告词的 其实就是那个钻石行业的 公认的巨头戴比尔斯 从1888年到现在 这家公司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 钻石行业出了一个后起之秀 这个公司叫卢拉卡 那可以说它冲击了整个钻石业啊 世界第二第三第四大天然的钻石原始 都是它开采出来的 而且这些还都是最近几年 全都是2015年之后的事 要知道上一次创造这个记录 可是在110年之前呀 那为什么一个成立时间这么短的公司 能够在短短几年间 创造出这么好的成绩呢 为什么它能够开采出 比别的公司更大的 其他的公司都开采不出来的原始呢 按照过去的想法 可能是他们都找到了更好的矿 哎呀找到了更好的资源 其实并不是 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们的一个小改变 就是他们使用了新的开采工具 因为很多其他的钻石公司 他们所使用的那个开采工具 有的时候会破坏那些比较大的原始 那这个公司呢 就在工具上做了一点小改良 当然这个破坏也会产生 但是破坏的概率会相对低一点点 注意啊只是这个低一点点的概率 就让他们发现了三颗巨钻 并且奠定了整个公司在钻石行业里的地位 说到成数效应 那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词 那也是像纳瓦尔这样的投资人 非常在意的一个词 那就是复利 那在这本书里 纳瓦尔就特别嘱咐我们说 要注意复利效应 那假如你对金融知识有一点了解 那你肯定知道复利有多重要 比如假设你现在拿出十块钱做投资 每年赚百分之十 第一年是十一块钱 第二年呢十二块一 第三年十三块三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假如按照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复利来算 那连续三十年你获得的是多少呢 那可不是本金的十倍或者二十倍啊 而是数千倍 这个时候你会拿到两万六千多 你看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笔很可观的收益啊 其实不光是财富 纳瓦尔看来生活中的所有回报几乎都来自复利 那不管是人际关系 爱情 健康 还是习惯 比如一个公司现在有一百个客户 那客户以每个月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个公司他就能有上百万的客户 再比如你培养一项技能 每一天坚持练习 每天可能不用练习的时间长 只坚持十分钟 二十分钟 那么未来这个技能他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副业 那保持这个正向积累的速度 最后带来的回报可能是惊人的 咱们就做个简单的计算吧 假设你每天能够进步百分之一 那么1.01的366次方就是你一年进步的总量 这个总量是多少呢 答案是37.8 换句话说 你只要肯多努力多进步百分之一 然后坚持那么一段时间 那么你获得的回报就会比你想象中多很多 你看还是那句话 就是千万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 说到这 纳瓦尔还有一点提醒 就是既然人生是一道惩法题 既然我们要在意复利 所以在学习这件事上 有一个学科就变得特别重要 那就是基础数学 在纳瓦尔看来 几乎所有的成功者 那一定是基础数学过硬的人 像什么几何学 三角函数 微积分 那假如你是个文科生 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但是算法 概率学 统计学 这些基础数学 一定得认真学 因为这些学科 会让你对数字 复利 成数效应这些事 变得越来越敏感 好 咱们接着说纳瓦尔 刚才说了 纳瓦尔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它并不是一道家法题 我们的人生所付出的努力 它会以成数效应放大 回馈给我们 所以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 因为每一个努力的背后 它可不是仅仅让你在原地 再往前前进那么一小步 而是为你往前 打开了一扇新的资源网络 换句话说 我们的人生像什么 它像是充满了一道道隐形的门 只要你肯往前走一步 你就能打开那扇新的门 进入到一个新世界 所以归根结底 还是那句话 就是不要苟且 不要放弃 不要低估那些小努力 好 刚才咱们说的是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第一个 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启发 就是人生是一道惩罚题 所以不要低估小努力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 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其他的启发 那刚才说了 纳瓦尔除了是一个特别懂人生 懂事业的人之外 他还是一个典型的终身学习者 是个读书人 这个人特别喜欢读书 喜欢学习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 纳瓦尔在学习读书这件事上的感悟 纳瓦尔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阅读啊 就是我的初恋 他还说了 说阅读是建立一个人心智模型 最好的方法 既然阅读这么重要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选书 如何读书 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读懂一本书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解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纳瓦尔看来 阅读这件事啊 它是跟自己较真 而不是跟别人比赛 比谁读得快 比谁读得多 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纳瓦尔说了 说一本书越好 那你就越要慢慢阅读 慢慢吸收 统计读书的数量 那不过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嘛 阅读它归根结底 不是为了跟别人炫耀 而是你为了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 它能让你成为一个更清醒的思考者 形成对世界的独立认识 所以在纳瓦尔看来 读书这个事 它不要追求数量 同时更不怕重复 比如有一本书 你拿起来读到一半 突然发现 这个书我以前好像读过 要不然干脆别读了 换一本吧 纳瓦尔告诉你说 千万不要换 假如一本书带给你这样的感觉 那么就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做好 再读它一遍的准备了 所以要坚定的读下去 遵从你的感觉 跟着自己的阅读感觉走 那么当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书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书呢 纳瓦尔有一个特别扎实的建议 他说 首先要从经典作品开始读 比如数学 科学 或者哲学领域的书都可以 估计刚才提到数学 可能很多人会不自觉的退缩 但是 数学其实很重要 因为它会培养我们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变得更严谨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充斥着数据的时代 而学好数学的本质 就是能够让我们 不被那些假数据所迷惑 能够对事实 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其次 在选书这件事上 除了要优先读数学之外 纳瓦尔还有一个建议 就是一定要读经典 假如想了解进化论 那一定先读达尔文 想了解宏观经济学 那一定先读亚当斯密 总之 一定要从早期的经典作品开始读起 为什么呢 因为在纳瓦尔看来 读书这件事 它带给我们的价值 不是平均分布的 就是阅读的顺序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人的思考方式 比如 当你在阅读的初期 先读到的那些经典作品 那些好书 那就等于说 在你的整个知识大厦的体系里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地基 它会为你日后再给这个大厦 添砖加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说白了吧 就是早期的阅读 其实是在给你自己的整个读书体系 做最原始的原代码编程 你一开始读的书 它会影响你最初的思维方式 而这个思维方式 你一旦奠定 以后再改可就难了 所以最开始怎么读书 你一定要选那些最好最经典的学科原点 选那些最重要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推敲的书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追求那些热门书 新书 不要这么做 而是一上来要先把自己的知识基础给打好 先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名著 好 刚才咱们说的是 应该怎么选书 归根结底 就一条那就是尽量先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好书 因为人最开始读的书往往对人的影响最大 这个过程就有点像谈恋爱嘛 人们都说初恋 它往往会奠定一个人的恋爱观 读书可能也一样 就是最开始读的书往往会奠定一个人的读书观 思考观和知识观 好 咱们说了怎么选书之后 再来说说具体怎么读书 纳瓦尔的读书方法 其实归根结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读书这件事的本质 它不是给自己竖墙 而是给自己找路 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就是很多人读书 汪汪喜欢较真 恨不得在拿起书的第一时间 就扑通一下跪到地上 对这个书是马首是瞻 觉得书里的每一句话 那都非常重要 不读明白 都是对不起这本书 都是不对自己负责 都是愧对知识 所以不管这个书有多难 不管要花多少时间 一定要一张张 一页页 一字字的 全都搞明白再说 纳瓦尔就觉得 这种行为 就像是在自己的面前 竖起了一堵墙 你看 这就是给自己找困难 找高难度嘛 但读书的本质 应该是竖墙嘛 当然不是 在纳瓦尔看来 读书的本质 其实是给我们找路 没错 读书的本质 就是在那一张张 由知识支撑的 纵横交错的网络当中 找到一条路 假如这本书 我没读懂 没关系 先放下呀 先拿起另外一本 只遵循自己的感觉 去读那些自己有兴趣 并且一读 就能读懂的书 你看 这个过程是不是就像 当你穿梭在一片 由知识组成的密林中 你最关心的 不是怎么推倒眼前 阻挡你的那棵树 而是当你遇到阻碍的时候 能不能环顾四周 为自己另辟一条出路 这样的话 这么一路读下来 你就很轻松的 构建起了你自己的一套 独一无二的阅读体系 阅读体系的背后是什么 当然就是你的思考方式了 是你整个的知识结构呀 说白了吧 就是阅读 别跟一本书较劲 读书它不是一个任务 而是一种享受 不要跟自己的情绪对抗 要把读书变成一件 让你乐在其中的事 还是那句话 阅读这件事 从来都不是给自己找墙 而是给自己找路 沿着这条路 不停地走下去 你一定会打开一个 只属于你的新世界 好 刚才咱们说了 怎么选书 怎么读书 那最后一个 咱们得给自己 树立一个标准啊 就是这个书 我怎么才算是读懂了呢 那玩儿说 其实判断你有没有读懂啊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标准 不要看整本书 你是不是无遗遗漏的 做到了滚瓜烂熟 而是要看什么呢 而是要看 你把这本书 对着一个孩子讲一遍 假如孩子能听懂 那么就说明你读懂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孩子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这个世界上 最朴实的那部分价值观啊 它代表了一个人 最朴素的知识兴趣啊 所以孩子读懂了 就说明你已经掌握了 这本书里面 最有朴实价值的内容了 当然 归根结底 方法之外 更重要的是意愿 那玩儿反复强调了 说读书这件事 特别重要 他还专门说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啊 他根本就不是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 而是喜欢阅读和不喜欢阅读 你看 在那玩儿看来 读书对人生的那个作用到底有多么重要呀 其实这本书里面 像这些关于阅读 关于学习 关于人生的感悟 还有很多 假如你对那玩儿有兴趣 又或者说你想有意识的给自己搜集一些金句 那么我尤其推荐你去看一看原书 原书读起来非常轻松 你完全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 拿出几天的时间去翻一翻 好 说到这儿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咱们就说的差不多了 我还想跟你分享一个 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会产生的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是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聪明 那过去我们都觉得 聪明他指的就是一个人智商高啊 总能做出好的选择呀 这是一种天赋呀 但是在那玩儿身上 你会发现到底什么叫聪明 你看那玩儿这个人 他的出身并不是特别的好 他从一个贫困的移民单亲家庭里走出来 那后来成了整个硅谷知名的成功人士 其实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 那并不一定是他在智商上一定有非常大的优势 或者说一定是为别人想的更深更远呀 都不是 而是因为他始终在保持很好的思考习惯 包括学习习惯啊 对待成功的习惯啊 对待失败的习惯啊 很多 他就是一直坚持这些好习惯 那这些好习惯有什么用呢 他并不会让那玩儿在短期内获得特别大的成功 但是他会让那玩儿在很多小事上做得比别人好那么一点点 比如诚实正直积极乐观 再比如工作的时候总是要跟比自己成功比自己优秀的人为伍 再比如玩耍的时候要和比自己快乐的人在一起 你看这些习惯看起来好像都不难 但是只要你能够长期保持这些习惯 还记得咱们刚才说的吗 那个时间的复利他会给你回报的 所以回到刚才咱们提出的那个问题 到底什么叫做聪明 聪明他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是很多好习惯的集合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纳瓦尔在这本书里的提醒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99%的努力终将白费 那乍一听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有点残酷 为什么会白费呢 那既然是白费 我还有必要做这些努力吗 当然有必要 因为这句话他并不是想说努力没有意义 而是想说所有的努力 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报给你 就像电影卡萨布朗卡里面有一句话 说的是 如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 没错 你读过很多书 书里具体讲了什么 可能后来记不清了 但书里的那些道理 可能已经融入你的思维方式 成为你的一部分 帮助你理解世界 是的 生命是有限的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那百分之一 然后全力以赴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听书致富的频道 点赞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个宝贵的知识 让我们共同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 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